欢迎来到今天的 《创意多脑盒》 这几年在台湾的创作艺术 或是设计文创市场当中 这个插画这样的作品 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 因为简单明了 也许文字不要太多 颜色可以很缤纷 然后线条也可以非常多元 你可以很丑 也可以很可爱 也可以很搞怪 Anyway 但是最主要是多数的创作人 都会有一些幽默感 让大家得到一些 开心的这个疗愈的功能 今天我们有一组非常的特别 因为他们是 吃亲兄弟的 亲兄弟 哇 这个很棒 他们就是一起打拼 我们欢迎二稿创意二人组 首先是哥哥郭瑜你好 你好 娇哥好 各位观众好 弟弟叫梁庚 娇哥好 各位观众好 好 这个都是笔名吧 对 笔名 你不姓郭吗 我姓郭 你姓郭 但是你本名不叫郭瑜 三个字是 为什么要叫郭瑜呢 你喜欢就是 没有 其实是配合梁庚 配合梁庚 好 那我们就先问梁庚 为什么你要叫梁庚 你把锅都去掉了 Why 其实 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是官方说法 好 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做的诗就是画 有关台湾的插画 对 那我的字梁 就是梁好 就是美好 跟 跟有一点饮水思源的意思 这台湾的题材 专心里也跟嘛 对 所以梁庚 就是很符合我现在做的诗 OK 是官方说法 对 这是官方说法 梁庚 就是很优良的本土的庚 就是你的创作 那私底下说法呢 非官方 其实我国小很喜欢打电动 然后同学的 我们玩电动里面都有这种发音 叫做 喵根 这是什么声音啊 老实讲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你说是电动里面 发出来的声音吗 对 我们以前喜欢打 哪一个游戏啊 其实这也是个名 也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对 然后同学 大家喜欢打就叫 喵根 喵根 然后我后来退伍后 开始工作 喵根 喵根 很大这样子 OK 原来是这样 所以是跟小时候的一个 绰号有关系这样子 所以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但是你又把它做了一个 很完美的解释 那你为什么跟它配合呢 国语跟梁庚 我找不到连接点 没有 因为两个字 所以我就把我的名字 取前面跟中间 对 我中间是宇宙的鱼 对 但我取谐音 对 改成鱼 但是那个鱼当初不是三点水 我比较想要让它有趣味一点 就是那个真的鱼 但是后来编辑觉得加三点水 会如鱼得水 所以就此我就变成三点水 你醒啊 没醒啊 OK 好 所以原来是这样子 本来是找一个谐音同音字 对 鱼 水里的 但是还要如鱼得水 就变成笔名了 好 所以这就是这个二稿创业 二稿创业是 已经是一个 算是一个单位了嘛 一个你们的组织嘛 对 算组合 OK 组合 但是其实我们会听到 二稿会想到邪恶的恶 可是你们是二稿 对不对 这又是谁想 又是一个谐音翻完的 组合名字 对 这个是因为有一次 就是就我跟我女朋友在逛街 然后那时候我们好像 做了第一本独立刊物 他又得了一些奖 其实就蛮高兴 然后就在聊 我就跟女朋友在聊我们的事情 然后他就说 你们两个真的很二稿 然后我后来想 二稿 两个人一起稿 好 所以我就回去跟两个人讲说 我们以后就叫二稿好了 对 你们两个真的很二稿 简称二稿嘛 对不对 两个人就是二嘛 太棒了 这个组合真的是很恶搞 但是你不要担心 他们的作品基本上还是老少嫌疑的那种 然后就是他们是把台湾的 你刚刚讲 各种生活的故事 很熟悉的什么车站啊 学校啊 厨房啊 干嘛店啊 全部划出来 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很多种兄弟 我们常讲一句成语叫 兄弟戏墙 你们两个为什么可以成为一个组合 而且合作无间 是从小就玩在一起吗 两位 对 因为从国小的时候 我们就很常 感情很好 其实也不能说感情好 也不好 打来打去 常常被他打 对 因为被打 弟弟强调我是被他打 对 然后呢 但是因为就是一起会出去玩 然后出去玩以后 我们会利用现有的空间 做一些想象力的活动 就是想象说 比如说到哪个地方 然后我们想象那里是 可能有魔王住在那里 对 像是因为我们看了很多 卡通之类的事情 对 然后就这样子 我们很多想象力 那想象力久了以后 我就会想说 想要把它做出来 刚好梁根他喜欢画图 对 我 因为我就是一直幻想 所以我就把我的一些想法 跟他讲 然后让他用我们那时候 在赌国小的时候 都不太 不太使用的数学作业部 拿来派上用场 对 所以我们就在 因为那样画了很多 国小时候画了漫画 对 画了十几本 十几本啊 就是你的故事 然后弟弟的这个 画的图画 结合在一起 对 有剧情 太棒了 是 因为真正的日本漫画家 很多也都是有编剧 就是有分工 很多漫画家 他不是说自己编自己画 其实蛮好的 那或者说很多组合 像最经典的这个 哆啦哀蒙 也是两个人画出来的 一个人独立作战太累了 没想到你们就这样子的天作之和 除此之外 他们也有一些命中注定的缘分 他们是不同年同日生的 对 对不对 这个是妈妈算好的吗 这其实是可以算的嘛 对不对 就是说在怀胎十个月 差不多在那个阶段剖腹 就可以同日生了 可能是剖腹 没有问过 好 总之他们就是有这样的缘分 还有他们的实力 刚刚我们讲到分工 这个你是喜欢画画 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 发现自己喜欢 而且有这个天分 就是可以画画 我大概国小三四年级 我记得那时候 我都是跟着哥哥做什么 哥哥喜欢看漫画 然后我就跟着看漫画 然后他叫我画漫画 我就傻傻地画漫画 然后我就很喜欢画 就是到了 可是我到了国中以后 我一直画到国中 为了升学压力 妈妈就说 因为后来哥哥去读夜剪簿 妈妈说你跟哥哥一样 去读夜剪簿 可是我看哥哥读夜剪簿 非常辛苦 然后我就决定说 我不读夜剪簿 我决定努力当个拐小孩 好好读书 我就放弃画画 我高中三年就没有再画画 真的 这么乖 就为了要念 不要像他这么惨 对 对不对 就哥哥一个潜力嘛 对不对 所以呢 然后 真的有念出好成绩吗 还不错啦 因为我就是 国中都在画画嘛 就考的学校没有很好 就在不好的学校当王 对 然后成绩不错 我刚好遇到推增 不错 就刚好上了 我那时候是阴错阳差 其实我本来可能读土木工程 或读卫生系 可是那是因为工业设计系 家考一个素描 我想我会画画 应该会加分 然后我就考就上了 然后我就从此就接触了设计 我又开始拿起笔画画 绕了一圈 你还是拿起笔啦 对 可是这个时候就应该比较享受 就不会有压力了啦 不会有其他的家人 或者是什么的 对 而且我那时候其实画画是 偶尔画 其实主要做设计比较多 因为我是做工业设计 做那种产品设计 其实我主秀是家具设计啦 因为我高中是读家具木工科 所以我做家具还不错 手做的 然后后来退伍后 我一直要找工业设计的公司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要干这一行 这一行很好玩 都找不到工作 为什么 很奇怪 我还得过不少 国内的 国内三大奖我都有得过 真的啊 我还代表台湾去意大利 参加比赛过 对 还是找不到工作 然后我后来就只好 找我以前创业司机的朋友 帮我 官说 走后门 终于进了一家公司 这好 这好吗 哪一家公司 你说 像人家 别说 你一直走后门 拿出来当作 当作什么炫耀 对 可是我要讲 转折就在这里 我进去以后半年发现 原来台湾做工业设计 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为什么 什么意思 因为台湾做工业设计 我觉得 比较着重于做那种 电脑的东西 3C类的是不是 对 不然就是代工做一些 很冰冷的东西 我其实没那么喜欢 我想做生活用品类的 然后家具 我就算家具 是 对 可是台湾没有 了解 我就做不久 我就做不下去 没有觉得太自私 我就 又来找工作 就找到 怎么有一家做插画的 全台湾 我只看到一个 真插画的公司 而且在台中 我刚好住台中 我就 我想说我以前 画一些插画丢过去 就中了 OK 我的插画生活 才从这时候开始 原来是这样子 绕了一大圈 对 可是 可是你心中那个工业设计梦 还在吗 还在 还是在 还是想要做一点什么家具 有啊 我们这个家具 就是台湾的家具公司 你要不要去应征 你当时候很好玩 我那时候找的时候都没有 可是我过了几年 我大概画差不多画几年 就慢慢有 这个文创产业起来了 对才有 了解 就某个阶段可能刚好职缺 都是在那种3C类的 他不喜欢 他想做生活用品 那时候可能这些台湾的公司 又没有努力在创品牌 所以你就错过了 可是就因此找到了 插画的路 对 可是那个时候 那哥哥这段时间 你都在干嘛 他在念这个家具 在找工作的时候 哥哥在做什么 那时候我就在读夜间部 对 因为没有什么人生目标 没有目标 不像弟弟好像还蛮 蛮快找到了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怪怪听 妈妈的话说 电机好像很热 对 所以我就像一般的学生这样子 是 考年考 那读到考上大学 那考大学的时候 其实成绩还不错啦 就是在学校的 念的时候还不错 所以我觉得 这应该是我的人生目标 是 我以后想要当电机教授 那时候给自己的目标 是这样 你找到另外一个 所以后来我就考上研究所 继续念 对 继续念以后才发现 好像是噩梦的开始 为什么 很难念吗 还是怎么样 对 我就发现 原来人是有 他会有一个瓶颈在 就是那个事情 其实你虽然你不是很在行 但是你可能在刚开始做的时候 你可以进入状况 对 等你到了一个阶段 你就发现 为什么大家都考那么好 只有我一直被当掉 是不是 人外有人嘛 对 你不是最好的 不要自我感觉 这样 对不对 结果呢 怎么办 结果我那个时候就是 其实我也蛮沮丧 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但是梁根就找我 他有一天就跟我说 你最近有没有在写作 那其实我那时候在写日记 因为日子过得不太好 是 发泄一下 对 想要记录一下那个 然后他就说 他要参加一个成品书店 跟BenQ合办的图文比赛 对 那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参加过 什么比赛 所以 但是梁根很积极 一直在参加 所以他找我 我想说好 我就花了没有很久的时间 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他 那没多久 比赛结果出来 就我们就得到了创意奖 是 可是 我刚刚听到这故事的 前半段的人生 你有喜欢文学这件事情吗 就写作这件事情吗 应该说我喜欢阅读 阅读 OK 课外书 其实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都没在读本科习书 都在读书馆 都在看课外书 你是看什么 小说 还是什么 对 就真的是比较文学的 对 像什么大横小传那种 对 真的看 经典的作品都看过了 几乎都看两三遍 了解 所以你喜欢文字 就一直很喜欢 从国小到现在 对 都没有 可是你没有像弟弟一样 就是说比如说像 文字也有比赛 很多文学奖 联合文学 或是诗词创作 各种比赛 你都没有去试着 要你的文字去曝光过吗 其实我那时候好像 感觉自己没什么企图心 真的啊 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信心 作文比赛 学生学校也有那种 作文比赛 那个倒是在学校有被肯定说 文章写得还不错 对嘛 就是其实我相信 你一定还是有一些 就是蛛丝马迹 是你 你对于文字的驾驭能力 是有的 当然还有你看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也是 很重要的一点 就吸收了很多 好 两个人组合在一块之后 这个接下来这一段路呢 就从那个比赛开始发光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跟大家介绍 他们的历程 包括现在他们也出了好几本 很受欢迎的书了 待会儿见 我也是不是说深圳什么 读什么文学系啦什么 所以我会把一些 比较会用到的 我觉得会用到 然后感觉有点学问的 对一些词汇 词汇把它抄下来 对 比如说人家说靠墙嘛 但是我就会把它写以墙 它不是说我一定会用啦 我觉得它是刺激我 让我多懂一些东西 我最多比人家不一样就是 我比较会想比较多啦 但是我很多时候 其实我是操别人的东西 来训练自己的写作的一个节奏 比如说我会翻一本 我喜欢的小说照着它写 但是我写完以后 我会再重新 用我的方式去诠释那个 我觉得写作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你连标点符号 你都要知道什么时候用 是用对的 很多人在用的时候才会发现说 诶 我到底要下什么标点符号 会有它的效果在 对 所以我是靠着 其实也是模仿 跟画画很像 照着一个图画去模 然后揣摩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所谓的文字创作就是 我希望它是有一点 它下去的时候 那个字是有 会吸引到人的 对 所以我觉得 我比较喜欢重视它精简程度 但是那个会一直重复反复修 所以我可能上到你的原稿 都跟原本最不一样 但是一定要先写下一个初稿 让它有那种 我自己的风格出来 像是我跟梁根合作的 《什么不见》这本书 就是我们先前有经过讨论说 这个故事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就是各自 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等做完以后 梁根他把图拿给我看 我再根据他的图 去写出我想表达的东西 然后让他整个故事是有带动的 对 带动这个图像去前进 对 然后继而去完成这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故事 就这本作品什么不见呢 我覺得裡面二十幾張圖 我覺得這個封面畫得最好 因為我以前是工業設計的背景 所以我畫產品物件 就畫得以前就練習過 所以我覺得整本書裡面 反而最薄弱的是人物 對 所以我在 我目前正在創作的新作品中 我就把我的人物加強 就是把臉部的表情 通通補強起來 我就想突破我上一本 沒有突破的 所以到我現在即將要出版的最新作品 我就很刻意刻畫每個角色的表情 我現在所有的畫作都是 沒有學過 就是看參考大師他們的畫 然後我自己揣摩 我發現只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說你會畫出自己的風格 發現我自己畫得冷 真的是我們台灣人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自學的好處就是說 像我顏料也是我自己找的 我發現我用水彩 我怎麼畫都畫不好 但是我用壓克力就發現 這個顏料對我是 好像很合我的痛調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要創作 可以去找你自己 跟你很合的顏料 然後你就可以創作出自己的風格 我小時候我是在台南縣的鄉下 歸人鄉八家村成長 我覺得這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東西 我是想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畫 很多畫都比較偏歐美風或日式風 比較少自己的 所以我就想說竟然沒人這樣做 然後我又很喜歡這塊 我所有的創作就是要跟台灣有關 用台灣的故事 講給台灣人聽這樣子 希望 當然最希望是 我希望我的創作是能夠 讓全世界人都看到 讓他們看看台灣是什麼樣子 台灣的文化是 今天我們介紹的這個兄弟黨 實在是非常的難能可貴 因為他們一起打拼 會不會有真的兄弟細強 意見不合的過程 有嗎 其實我們合作到現在 沒有發生過這種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其實很大家問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從小被打到大 我不敢說什麼 沒有 這是 這是其中這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呢 其實我做設計做久以後 我發現專業真的很重要 對 就我很尊重他的專業 OK 他只要寫的文字 在我來看 都是驚為一天的你知道 我自己看 因為我根本寫不出這種文字 是 對 我就覺得他好會寫 好厲害喔 我根本沒有資格去拼斷他 了解 對 然後他看我的圖 也是覺得很好 也講不出什麼 因為他也畫不出來 對 對不對 有什麼 你憑什麼糾正我 不然你來畫 我來寫 換過來不可能嘛 對不對 了解 可是那你們怎麼開始呢 譬如說到底要文字先開始 還是說不一定 看心情 還是圖畫先開始 因為兩個人的合作 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好處 就是說我就是老大 對不對 我想畫什麼 我想 我今天 我現在累了 我想睡覺 我就睡覺 我也不用交稿子 你不要管我嘛 對不對 我不想出書不行嗎 可是兩個人 你們怎麼進行創作 怎麼分工 怎麼開始 其實它是有根據 我們要做的作品的 不同類型去分 比如說像 有的書是我先想到文字 對 我就會寫 把那些稿子寫下來 然後交給梁根去看 然後讓梁根他去想像 去畫 對 然後這個過程中 我是完全不會問 他要怎麼畫 因為我都是等到他畫出來 我才看 而且這常常會有一點驚喜 我想說你怎麼可以 有辦法這樣畫出我寫的 雖然我不一定是說 你照著我的想法 但是你畫得很有意思 是 對 還有一種是他有故事 對 靈感 他跑來跟我分享 但是梁根因為他是圖像設計 就是圖像思考的 對 所以他講的方式 都是用一個圖 一個場景 一個場景跟你講 那這個時候 我就要去想他 這個場景要怎麼連貫起來 對 然後這個時候 他就先去畫他的圖 等他圖畫好以後 再給我看 然後我再根據他 給我的場景去寫 對 還有最後一種是 我們的大絕招 是 什麼大絕招 就是我寫比較長的文字 因為這是我們目前在進行 就是像小說式的文字 對 然後這個東西會跟梁根 常常跟他在討論 一起討論 對 一起創作 同步的 同步 對 他就會一直給他 有個概念這樣 然後再來就 如果寫完的話 就交給他看 OK 然後看完以後 他就會根據我寫的 去畫出 對 但是我不知道他要怎麼去 分那些場景 因為那個文字都是連貫下來 他就得分出場景 等他分完場景以後 再交給我 我再寫 就是變成好幾次的功 對 所以三種都有 我剛剛講的三種都有 有先有畫的 也有先有畫的 這個一個是畫畫的畫 一個是說話的畫 也有一起創作的 你看這一對兄弟 是不是非常難得 這個我不知道全世界 有多少的兄弟黨的 插畫或創作組合 這是其中一組很優秀 當然我們剛剛講到一個 你剛剛提到說 當時其實你是因為在低潮 所以你有一些日記的文字 因為在創作的歷程裡面 因為意見很多 比如說現在網友 嘎嘎嘎嘎嘎 幾個字就可以評論 或是說可以辦案 可以肉搜 你們碰到這些 大家的評價的時候 你們怎麼去吸收 消化 或者是面對呢 弟弟先說 網友的評價 我通常 我不知道我收到網友的評價 大部分都是 很好的 我好像還沒被 恭喜你喔 被攻擊過很少了 因為我在我們在畫的東西 是 是比較就是 現在目前做的都是 台灣的故事 過去台灣的文化 是 是大家對這種東西都很喜歡 很懷舊 我沒有像有些人 會專門畫一些時事問題 或者扯張曾智智的畫個 了解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是好的 挺好的 的東西 恭喜你 而且我也比較算是 埋頭一直創作啦 也不太去看人家了 明白 是 不過網路呢 當然有 它可以載週 也可以復週 有些人真的就被 網路的霸凌給崩潰打擊 可是它的好處就是 可以推廣自己的作品 你不是也在網路 賣過T恤是不是 對 其實網路真的 可以讓你們曝光耶 對不對 不用到百貨公司 那是什麼樣的過程 那個真的很久 2004年 我在學校太無聊 我就找了班上同學 想說我們一起 來做一些事情 你出錢我出力 因為他倆有錢 我會畫 你一直會畫畫 你沒錢 然後我們就 聰明 自己架一個網站 有趣的是那時候以前 雅虎拍賣都還沒開始 真的 然後我們就自己設計 然後加一個網站 是 直接 直接賣 自己拍照 然後自己賣 自己寄 什麼都自己來 欸不知道 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自己註冊一個網站 照理講應該是 沒有人知道 怎麼宣傳 因為它不是 不是像現在社群網路 它是一個封閉式 可是真的很多人來買 賣得超好 真的 但是大概過一年 你就可以 雅虎拍賣出來 你就可以在雅虎拍賣 看到我的T恤 哇 好棒啊 怎麼那麼多盜版 都不是我做的 真的啊 你還被盜版 紅到被盜版 對 然後你就會看到 陳冠希 或者哪些明星穿 那當然是PS上去 他們不可能穿 對 然後我就 連照片都盜版的 合成的 而且不只一個賣家 好幾個賣家 真的啊 真的超有趣的 一直到我當兵 在肯慶惠 我還看得有人穿 我的盜版T恤 好扯喔 然後那個心態是 是是是 五位雜誠 對 五位雜誠 髒話都要罵出來了 對 然後 被盜以後後來 我就 我就沒有在賣T恤了 因為那時候 其實網路 雅虎拍賣 是 比較混亂一點 剛開始 對啊 而且 沒人在注意 你這個小小的 大家還是去看 也很難去告他 或找他啦 對不對 對 然後後來 我做酒以後 做很多產品 然後我才發現說 我光畫一個可愛的圖案 大家都畫得出來 對 好像少了什麼 後來我想起 我小時候看漫畫 其實我們最喜歡漫畫是 是故事中 角色的個性 他讓我跟他有共鳴 就像大雄常常被欺負 小雄欺貞 被哥哥打這樣 然後 所以我才想要如何 讓讀者 或者喜歡的人 對你有感情 對 我就想到我哥的 是 是這樣子想到的 對 想到小時候漫畫的 對話框 對不對 有講人物性格 有劇情對白 才會流傳得更長遠 對啊 雖然你看 我們看史努比他的線條 沒有畫得很精緻 可是為什麼大家那麼愛 對 因為他的故事好 我就想說 我就是空有軀殼 沒有靈魂 所以那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畫這些可愛的東西 少了就是文字 是 所以我從那時候 想到哥哥 所以你以前就有注意到 哥哥的文字是很好的嗎 很有感覺 很有感覺的 很有文采的 其實我小時候知道他 我們書桌上好多書 我一本都沒看過 我根本 因為什麼什麼 亞森羅平 福爾摩斯這麼厚 然後裡面全部都有字 誰看得下去 我以前只看漫畫書 我覺得他好厲害 為什麼他能 這麼枯燥 全部都有字 我看不下去 所以他不管寫什麼 都真的超強 了解 真的是互補耶 我們常講說這個 比如說人家說 談戀愛夫妻要互補 其實創作也是 找到一個互補的對象 一個愛文字 一個愛圖像這樣 非常優秀 不過當然我覺得 你講的那個過程很有趣 從賣T恤 然後到被人家盜版 然後還被PS在明星身上 但是都也無法 小蝦米怎麼對抗 這麼多網路的賣家 對不對 後來你三不轉 路轉 想到哥哥加入對白 反而開創了另外一片天 那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你好像在認識 兩個新人 新朋友 其實搞不好你都買過 他們的盜版的圖案 的T恤 搞不好你都穿過 你就是共犯對不對 你們都穿過 當然大家都在不知情 不過現在我們就可以支持 他們的這個插畫書了 這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不過我們 對不起 我回頭講一下T恤 其實你今年有一個 T恤的案子對不對 就是雖然繞了一大圈 中間是畫插畫畫圓畫 辦了圓畫展 有對白 有故事 可是你今年又繞到T恤了 對 那個很 陰錯陽差 我只能說 因為我很久沒做T恤了 對 然後去年五月份 我就收到一封來自日本的信 我打開全都英文 好險 有Google翻譯 我還看得到 我才發現原來是 日本的Uni-Kuro 天啊 總部寫來的信 太酷了吧 其實去年我做一件很偉大的事 我自己覺得 我平常接Case在過火 我去年我決定說 我要創作一本書 那我的目標就是 我不接Case 我停下來 我不賺錢了 我吃老本 我十二個月都不接 我就開始創作 到五月的時候收到那個 Uni-Kuro的邀請函 對 可是中間我推掉好多Case 包括台灣很大 也是很大的公司 是吧 對 就是有一些 台灣一些滿大的企業 可以給我照的 以前我一定會接 那個錢很多 可能一接可能半年 不用工作 可是我那時候說不行 我一定要 我要創作 我要專心 可是接他的Uni-Kuro 我失去了自我 這一定要接 這一定要接 李志憲就斷掉了 對 因為 我從來沒接過國外的Case 這真的很難得 國際企業啊 而且他跟我講說 我全世界都在賣 我那時候一聽就 這非接不可 但有錢嗎 有耶 而且 而且是我接過T恤的Case來 錢最多的 當然啊 這國際企業 一定不能放過他 對啊 超開心 結果你畫了幾款 他 我覺得日本 他們做事真的好有髒法 他一來就跟我規定 幾個顏色 什麼樣的圖